欢迎再回到中广论坛 股市当然持续还在跌 但没办法 这个大家也有心理准备 不过严格讲 这种都还是在可预计之中的 前一段提到这个谣言 我这几天有时候 当然一直关注 谣言一路不断 我也看到中国大陆 出的很多澄清的几十则谣言 各种各样的 包括什么哪些中药 能不能产生作用 这次也引发很多深刻的 长远的 不过我先讲一下我的观点 我在中国大陆网络上 看了几篇文章还不错 比如说有些就提到 上一次SARS 像他们的京东阿里巴巴腾讯 因为这样产生的结构性的改变 本来没有料到了 因为灾难 那时候应变 应变最后发现一个新的商机 从很多线下的实体的商店 变成线上的交易 而且因为这样 一下子蓬勃也忽然间 那这个时候 借助那个经验 才开始有人在预测说 将来会产生可能各种各样的 比如说关系导向变成价值导向 不要讲说线下交易变成线上交易 很多有十大影响 八大影响 很有趣 我是觉得是值得观察 不过这个当然是说 保持一点 俘获相宜 未必全然那么糟糕 但乎货相宜 并不是可以用那个福 来抵这个货 货还是存在那里 那货该怎么看 那问题是谁拿到福 谁得到货 这个有时候还是涉及到 很尖锐的这个利益问题 但是至少不要那么样的 完全看到负面 完全看到悲观的 那我个人至少很粗 我不在深 不在这个大陆现在实际的情况 你这个隔个海只能间接感受 不过我自己有一个观察的期待了 我想在这个人类的各种各样的发展的过程中 像这样有经验不是常有的 尤其是来到现在 来到现在当代 科技资讯交流 这么样的密集 所谓的全球化 全球村 这个是古所未有的 过去可能一个很大的灾难 可是它产生这么大的影响不是太多 那特别中国大陆这几十年的崛起 它跟全世界的那个联系 真是这个处处相连 你很难不面对中国大陆本身影响所带来的影响 当它被这个疫情影响 它在间接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所以中国大陆的政府 做了各种各样的措施 比如说他就把武汉封城了 整个城封了 那现在温州是半封城 温州大概也清楚 疫情也是蛮严重的 我第一个就有个感觉 就在观察 台湾或者世界 美国后来就看见 有这么一个论调出来 什么论调 怎么可以这样子干了 封城 这种作为是侵犯人权的 不人道的 违反人权的 这是一个极权 这是一个坏的政府 这种声音其实不多 包括在台湾 不是我们最讨厌的 中国大陆集权 什么 忽然间 这么明显 封城 多少人受影响 武汉 剩下九百万人 甚至一千人 这么一个强烈的措施 第一个你要问 你做得到吗 其他的国家做得到吗 那不是说做得到就是好 可是这次很有趣 如果在平常做这个 保证被骂 为什么这次没有被骂 还有你还好疯了 你最好疯得越紧越好 就是我前一段讲的 我很怕被你波及 是不是 你疯得好 疯得好 而且最好疯得这个滴水不漏 而且疯得是最好一个都不要出来 为什么 这合乎我的利益吗 我的安全吗 可是 不是说这个东西 很霸道吗 很极权吗 很不讲人权吗 你不觉得很有趣吗 我当时就看到这个现象 所以啊 有时候不要在那边讲的 振振有词 是涉及到你自己的厉害 你要批评的时候 把自己厉害摊开来的时候 比较如此 比较完整 因为他疯 对你有利嘛 这个时候你就不会针对 疯这个动作 开始习惯性的 什么极权 霸道的 不顾人权 不顾老百姓死活 这个时候你的死活 比武汉人民的死活更重要 所以你就忽略了这个风 你可能平常习以为常的 像自动化 一按开关 像水流一样 像自然水一样 哗啦哗啦哗啦 就一直批评 而且完全不经过大脑 所以这次的震荡 我觉得很好 至少让这一点 稍微留点空间 第二个 我认为中国大陆 这几十年的发展 特别是后面这三十年 改革开放的时候 那实在是惊天动地 整个社会 强强棍 有好有坏 在这个资本主义的 在这个向前看的趋势 人人都想发展 人人都想求好 国家都想强 强国们 一带一路 我去那边的时候 人民的生活在提升 可是那个焦虑感 那个压力感 他们前面还有什么996这种 到底特别是劳动阶级 那对土地 这么样一个 拼命像一个停不掉的火车 全民焦虑 就台湾经过这个阶段 在我这个年轻的时候 社会机会来的时候 发展阶段 那真的是 有一次我都知道山头 清明去扫墓 回头看台北市 真的感觉红尘滚滚 现在想起来原来是雾霾 怎么一层照在上面 滚滚红尘 那为什么 大家都在动 大家都在拼 大家都在看机会 大家都在怕输别人 这次武汉肺炎 规模这么大 你说平常可能有一家公司 导了关了或者各种各样 我们是旅游去休假了 暂时停止生产 这一次基本上消费 生产 劳动 全面性的受到影响 除了疫情灾情救灾 资源救灾这些 当做这个叫平常的 所谓的正常的生产活动 消费的活动 生活的各种各样的关系 全部 暂时性的当机 你说那张老师 我们不是才过年吗 也是会放长假 大陆假又比台湾长一点 可是我觉得很不一样 你放长假的时候 假设一个礼拜 你也可以很自由的安排 房友 去出游 甚至 你要在家七天睡大觉 都游得了你 我就喜欢睡大觉 都是我空的 所以怎么样 就宅在家里 又怎么样呢 现在 也是宅在家里 好像没有什么不一样 不 我认为有不一样 第二种 你想象 搞不好你忽然间 被关到监狱里面去 你出不去 外在的限制 让你出不去 前面讲 你要在家隧道 叫你自己选择 如果你关在监狱里面 心多么想渴望 出去放风 甚至赶快说 什么能不能逃遇 多么想出去 可是客观上出不去 但这一次武汉肺炎 这一种 不要讲说 有疑似 或者已经是被救到医院了 就是你自我隔离 自我管理这些 14天困在那里 你不能出去 外面大家不想不欢迎你 你自己是不敢出去 那甚至其他人 你虽然没有这个疑似的病情 打麻将 吃喝 聚会 到公共场所去 要不要开学 要不要回去复工 要不要在这个交通路上 坐高铁 大家现在都怕 为什么 怕传染 所以你自己都会献说 自己都不敢出去 并没有那么完全的 禁止你的自由 所以我认为 刚好介于前面两种之外的 而且产生另外一种性质 所以我就在那边胡思乱想 真的纯属胡思乱想 这会不会是某种程度的 有点像修行啊 或者 就是 金主教有什么叫毕竟 那佛教最多就是闭关 闭关 开始走这种修炼 可是很多闭关是有目标的 那这个是忽然间 要自我隔离 或者因为你不能够出去活动 大家不敢打麻将 你也麻将咖都不见了 你宅在家里 那个荒 那个心 然后不知道前途是怎么样 你今天要来修行啊 你知道说我今天要打个什么 要一个残棋啊 你知道有个要修什么 有方向有目标 可是 我还真期待 会不会几天之后 大家慢慢反正也出不去 又进不来 那心开始往内 度过这个荒 那你也无能为力啊 你害怕又怎么样 不是你能够控制 那至少客观上 整个社会 你看那个武汉马路 净悄悄的 各地这个流动减少了 是不是让你那个 不要讲贪欲的心 那个忙碌的心 那个焦躁的心 那个欲望 能不能暂时停下来 而出现一个大空档 这就不只是个人啊 有时候你很想干什么 比如说你很想请假 别人不停啊 你很想说 大家不要这样恶搞 可是那互相之间的恶性竞争 别人哐哐哐一直往前 你被带动的都慌啊 你不动都不行啊 可是这次一看 大家都不能动 大家忽然间 暂时的当机 我认为这种场景啊 也恐怕是 过去所未有 未来会不会有 我不知道 那这种这么难得 这么一个独特 不要讲难得 这么一个独特的 很奇特的一个经验 到底大陆的朋友 怎么样在经验 怎么样在消化呢 那你怎么样在面对呢 一直慌吗 一直慌吗 拿东西填塞吗 我在网路上看到各种各样 有趣的 酷手的 比如说有人就把草莓 草莓上面那些草莓 一粒一粒弄出来 或者他家 甚至他家米 米多少 什么东西多少颗 然后泼到网路 当做一种自我消遣 这当然也是 可是能不能有更不一样的呢 比如说看一本书 好好看一些书 或者你有时候平常 很想做的看一些 有计划要做的 很关心一些电影 你想要把它比较全面性了解 这些过去没有时间的 或者更是更是 你说静下来 好好面对自己的心 想想自己过去 到底做了什么 未来做了什么 别人在干什么 这辈子有必要这样子吗 其实我们在忙碌中 常常不由自助的想 我到底在干嘛 人生到底在干嘛 可是那个念头 一晃而过 一闪就过去了 你知道是重要的 而且你知道 甚至恐怕是人生最重要的 没有条件 因为我刚才讲 你停不了 因为别人也不停 现在全面停了 几乎了全面停 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呢 这是我对于 这一次所谓武汉肺炎 有点凭空遐想 也是有什么这个期待 大家真的想想这些价值观 生活方式 有没有个别的可能 还是说赶快渡过去 渡过去之后 又要回复旧状 重操原来那些规律 又空空空空 火车一直讲 今年掉了这些所谓的GDP 如何能够赶快补回来 我以前就讲过 GDP真的是什么玩意儿呢 不断的这样搞 我不是说不要发展 可是这样的 有点近乎 不可控制的 盲目的 无所不用其极的发展 真的是最高的幸福吗 没有别的选择吗 这是我自己的一些观察 那大陆朋友如果 因为今天早上没有 我还没有看留言 如果你在那边 有一些感觉 有一些体会 慌 那这都是难免的 可是比较拉长 你到底 比如说你假设 如果是20天呢 一个月呢 那你要怎么办 你可以随便出去 还是不能 那有没有别的方法 好 最后一小段 我觉得这次可能带来一种 大陆这些野生动物 暂时获得喘息 也许因此得到更多的生机 那也是额外之福 有跟我讲说 因为去年猪肉涨了 价格到了不得了 就抓很多野生动物来替代 这当然有点 不然开玩笑 那原来就吃得很凶 从东南亚各地都抓进来吃 那这一次 不管是不是真正的原因 是来自野生动物 现在反正 至少初步归因他们 什么吃蝙蝠 什么都吃 这些野生动物 如果因为这样 而暂时能够获得喘息 甚至改变的观念 给他们更多 生存的空间 也未尝不是 苦中作乐 因祸得福 进一段广告再回来